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MWatt News今天跟大家讲一宗 人物可能大家觉得有点怀疚 不过都曾经是一个亚洲的玉女明星 《酒井法子》她在内地遭遇的新闻 《酒井法子》其实曾经在日本红极一时 不过后来在09年的时候 因为毒品的案件一落千丈演艺事业 后来再出道的时候 其实都是敢不敢演一些妈妈的角色 没什么大的发挥 不过人始终都要找出路 《酒井法子》也相当适合转弯 去了内地发展 敢不敢来香港吸金 她很在地 也有开内地微博 不过也有跟内地的粉丝保持一个联系沟通 但是近日 就因为《酒井法子》的微博 有这个银联卡支付 或者支付宝支付的一些方法 引起来内地的网民闹到飞起 甚至其中有一条《酒井法子在线黑土》 这句说话登上了微博的热首十大 即是热 即是说是最多人搜寻的一句句子 十大之一 这一件事真的令我很不明白 因为其实如果有看《酒井法子》的微博的人 都会知道《酒井法子》的微博下面 那两条所谓的支付宝 或者银联通他们的支付的payment gateway 是去日本的Fans Club 他的事务所事后 出来道歉之外 也有说回 其实这个只不过他们搬了日本的做法 就放在内地 希望大家就不要见怪 甚至说他们会改善的了 不过是这样的 我又不太明白 其实内地是一个相当多人 就是用微博 或者用支付宝 这种所谓payment gateway 去捧他们自己的KOL 一些所谓给钱支持 课金 冲筹这些也不是少见的 为什么唯独对《酒井法子》这么有意见呢 究竟是否因为他是日本人的关系 令到他不可以在内地众筹呢 这些我又在口头前了 真是没有什么答案的东西 因为没有人可以 我想就算是日本问题专家 大家都只是猜猜一下 不过 如果内地已经是一个 这么成熟的课金制度的话 《酒井法子》这个遭遇 真的值得大家去研究一下 另外一方面 其实不只是内地 香港呢 其实呢 网民一看到有什么不顺眼的话 也是骂到可以说是七零八落 好像譬如前一陣子 我看到有一些自杀新闻 有一些留言就说 叫消防员就不要差那么快 这个人死有余辜的了 当然不是死有余辜 这么文雅了 说得 这个另外就即时想起就是说 其实呢 如果你长期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 不需要表露你的身份的话呢 你是不是真是会变态呢 变态的意思不是真是讲那种变态 是说你个人的做人态度 是不是会改变的呢 你平时在外面可能有谦谦君子 但是一上网的话 你会不会粗口横飞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认为呢 我现在讲的这些读者或者观众 你们真是需要去看医生 因为你已经可能患了这个 网上的精神分裂症 如果不好好去医的话呢 只会令你病情日益加深 和走不出一个现实世界而已 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